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 甲瓶蛙的经典散文 在肮脏的地方 干净地活着 多年前的一个下午 我在家读西游记 正想着 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 其实是一个人的四个侧面 门就被咚咚敲响了 声音是越来越大 最后是哐的一下 用脚踢了 我有些愤怒 一把将门拉开 门口站着的却是刘淑珍 他说 哎呀,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呢 我说 是你呀 几时进城的 他说 我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 他的嘴里永远没有正经话 淑珍 你个嘴匠 你不要叫我淑珍了 我现在改名高兴了 你得叫我刘高兴 这就是刘高兴了 如果读了秦枪 而且还记得的话 秦枪书中的书证 就是以他为原型的 我们是一块长大的 小的时候 我并不热电他 他头发有些卷 鼻孔里老留着黄屉 文革中 我和淑珍又是一起 从初中辍学 回乡误了农 后来我去当兵 我上了大学 再后来 我是逢年过节回老家 看望父母 他已经在乡政府 做起饭 但人家嫌他不卫生 又常常将剩菜剩饭 要送回家喂猪 就辞退了他 再再后来 我写我的书 他做过泥水酱 调过挂面 磨过豆浆 也在三六九日的集市上 摆过油条摊子 他几乎什么都干过了 什么都没有干出名堂 日子过得狼狈 村里许多人都在笑话他 我一回去 他带住了消息 天晴下雨 或者是黑漆半夜 肯定要跑来看我 我们便嘻嘻哈哈 谈说几个小时 不累不困 直到我母亲做过饭 一块吃了 他嘴里叼着纸烟 耳朵上再别上一根 才走了 我喜欢和他说话 和他说话有细节 那天 我们谈论的尽是些 有关石破烂的事 而且 他的石破烂的经历 似乎成了 他考察了解城市 和来城市打工的过程 他见我惊讶的神色 越发得意洋洋 盘脚搭手 坐在沙发上 一边口水淋漓的吸纸烟 一边满条丝里的排说 从他的口里 我才知道 我们甲姓族里 其实有很多晚辈 都在城里打工 但他们从来没有和我联系过 或许是我常年不回去 和他们隔远了 或许是他们都混得不好 觉得羞愧 不愿见到我 我也曾想 即使他们来找我 我虽有文明 但无关无权无钱的 又能帮他们做些什么呢 刘高兴之所以来找我 他不想求我什么 他也知道 我的处境和性情 又因为年龄相近 他需要说话 我需要倾听 他的衣着和容貌 明显的和所有宾客不一样 就像苹果框里 突然有了一个土豆 但这个土豆是欢乐的 他的大嗓门 和类似于周星驰式的笑 使大家不习惯 他就会说许多乡下 和在城里石破烂中的奇闻异事 他说的会声会色 等大家听得一愣一愣的 他却一脸严肃地说一句 很雅的古句 于是那些教授都感慨了 说刘高兴 你形象思维好啊 比老贾还好 他说 我在学校的功课 比平挖好 可一样是瓷砖 命运 把他那块瓷砖 贴到了灶台上 我这块瓷砖贴到了厕所嘛 然后又是嘎嘎大笑 擦了一下鼻涕说 我是润土 我赶紧制止他 说你胡比喻 我可不敢是鲁迅 他说 你是不是鲁迅我不管 但我呀 是润土 他不是润土 他是现在的刘高兴 现在的刘高兴 使我萌生了写作的欲望 我想 刘高兴和他那个石破烂的群体 对于我和更多的人来说 是别样的生活 别样的人生 这部小说写刘高兴 他是石破烂人中的另类 而他也正是石破烂人中的典型 他越是活得沉重 也就越懂得轻松 越是活得苦难 他才越要享受快乐 他是泥塘里长出的一只脸 在肮脏的地方 干净地活着 这就是刘高兴 我要写刘高兴 和与刘高兴一样的乡下进程群体 他们有他们的命运 这个时代 又赋予他们如何的命运感 能写出来 让更多的人了解 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几个月后 我终于写起石破烂人的故事了 原来的书稿名字是城市生活 现在改成了高兴 我总是想象着 我和刘高兴的年龄都差不多 如果我不是1972年 以工农兵上大学 那个偶然的机会 进了城 我肯定也是农民 到了50多岁了 也肯定来试垃圾 那又会是个怎么样的形状呢 这样的情绪 使我为这些离开了土地的人 在城市里的贫困 卑微 寂寞 和受到的种种歧视 而痛心着 哀叹着 一种压抑的东西 始终在左右我的笔 我常常是把一张写好了 又撕去 撕去了再写 写了再撕 想为什么中国会出现 打工的这么一个阶层呢 这是国家 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 权宜之计 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呢 这个阶层 谁来组织 谁来管理 他们能为城市 接纳融合吗 进城打工 真的能使农民富裕吗 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 又如何建设呢 城市与乡村 是逐渐一体化呢 还是更加拉大了 人群的贫富差距呢 我继续去那些石破烂人住的村下 这差不多成了一种下意识 每每到城南了 就要拐过去看看 而在大街上 碰上石破烂的人了 也就停下来 拉过几句 或者目视着很久 差不多又过去了一年 我所接触和认识的那些石破烂的人 还在石破烂 状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那个供养孩子上大学的 孩子毕业了 但他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 已经不能再石破烂了 又回到老家去 其中有一个攒了钱 与人合伙在县城办了个超市 还在老家新盖了医院房 他几乎是石破烂人的先进榜样 他的事迹被他们普遍传颂 经典散文欣赏 通往一家人去的路 作者李娟 有时候我会扔下杂货店 跑出去满山遍野地玩 来店里买东西的人 就只好坐在我家帐篷里 耐心等待 顺便替我守着店 有人来买东西的话 他就告诉对方 人不在 有时候他实在等急了 就出去满山遍野地找我 而有的时候呢 我在帐篷里好一整天 也没有一个人来买东西 连把头伸进帐篷 看一眼的人也没有 害我白白浪费了 本该出去玩的大好时光 天天守在帐篷里 坐在一堆商品中间 世界就在这堆商品对面 满目的匆龙鲜艳 那么真实 而我心中种种想法 明明灭灭 使我浑身都虚淡了 稀薄勃了似的 飘摇不至 而世界那么真实 世界真实地 居高临下地逼压过来 处着我时又像什么 也不曾触着 天天出去玩 奔跑一阵 停下来回头张望一阵 世界为什么这么大呢 站在山顶上往下看 整条河谷开阔通达 河流一速一速地闪着光 在河谷最深处 密集地流淌着 草原是绿的 沼泽是更绿一些的绿 高处的森林 则是蓝一样的绿 我爱绿色 为什么我就不能是绿色呢 我有浅色的皮肤 黑色的头发 我穿着鲜艳的衣服 当我呈现在世界上时 为什么却不能像绿那样呢 不能像绿那样绿呢 我会跑会跳 会唱出歌来 会流出眼泪 可我就是不能比绿 更自由一些 抬头看天空 世界为什么这么大 我在这个世界上 明明是踩在大地上的 却又像是双脚离地 悬浮在这世界的阵中 我在山顶上慢慢地走 高处总是风很大 吹得浑身空荡荡的 世界这么大 但有时又会想到一些 大于世界的事情 便忍不住 便忍不住落泪 杨群早已经过 沙伊恒布拉克 去向后山边境一带了 只有很少的沾房 留在了沙伊恒布拉克 深藏在远远近净的河谷里 一个比一个孤独 沾房里面 更为孤独宁静地 生活着的老人 妇女和孩子 我们店里的生意 也一天淡死一天 只等着九月初 迎接羊群和牧人们 从后山返回 牧草渐渐挑出了 青紫的颜色 那时草碎 在渐渐地成熟 一天沉寺一天的草原 孕育着无穷无尽的种子 开始启程 去向第二年 我们也即将启程 离开这里 我站在高高的山顶上 破经一朵白云 对更远的地方 望了又望 回过头来 看到我们将沿之离去的道路 陷落在野草之中 空空荡荡地 像干枯的河床一样饥渴 越过这条路 看向更远些的地方 是另一条 更为孤独的路 痕迹浅浅 时而畅通 时而消失 蜿蜒着通向一处 只有一家人住着的地方 那一家人的沾房 和四周的栏杆 像是下一分钟 就会消失似的 静止在路的尽头 我曾去向那里 那路上的泥土中 只印着一串马蹄印 那么 我是仅次于时间 和那匹马 而踏上那条路的人 走在路上的每一分钟 都想停下脚步 去往路边 茂密的草丛中 深深躺倒 睡去 这样的季节 总是那么安静 风声 只在高处 风的猛烈 也只在高处 而近处的事物 总是倾向于风的反方向的一些感觉 但是阳光无处不在 阳光经过风时带来的风 它像经过迷宫一般经过风 经过那些在上空狂乱的 呼啸着的风 等阳光完全通过了风 艰难地抵达我时 已失去了平静 它眩晕的 油带激情一般的 一一闪耀 在空气中颤动 站在这样的阳光里 手指给照耀的闪闪发光 裙子下 裸露的双腿也闪闪发光 但是 四周一片沉静 仰着脸往上看 眼角余光 刚刚掠过斑驳大地 视觉随着被猛的震动 在视野正前方的天空 整齐而浩瀚地分布着 细碎尖锐的 正在被反复撕扯着的云 路在河边 反复地引我走向河 又反复地引我离开河 引我走过一个清脆的山坡 再走过一个相同的清脆山坡 有时候 却只是引我走向孤独的一株草 它生长在河边空旷 而洁白的沙滩上 但是 我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地打量那株草 路又立刻把我带向森林 我走在森林里 左边 开着白色的花 右边 隐秘地流着山西 突然有鸟 从旁边窜起 翅膀掠过脸孔 走着走着 就突然得知 尽头那一家人 住着已经无法离开的一个人 终生都在等待着的人 有人却在我家帐篷里等我 在等我的漫长时间里 他独自面对琳琅满目的寂寞商品 想着自己的心事 后来 当我终于回家 当我掀开帐篷门帘时 看到店里依旧空空荡荡的 一个人也没有 满家的商品如此寂寞 当我已经回到家了 那人还在满山遍野地找我 他耽搁在一条路上 不停地走啊走啊 被那路引得再也回不来了 或者 他正推开路径头 那家人的沾房木门 大声问着 有没有人 有一天 妈妈也独自一人 走上那条路 她拎着小桶 很久以后 消失在路的拐弯处 等他再回来时 桶里满幽幽地盛着 洁白细腻的酸奶 我嘴里喝着酸奶 心里 因为不能明白 以这酸奶 有关太多的事情 而更清晰地感觉到了 深刻的美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